訊息一方面給我們看到神如何預備耶穌的降生 在四個帝國一直預備 另外一件事我們看到神掌管一切 包括不信耶穌的人 不信耶穌的國家、不信耶穌的政權 全部都是神掌管的 即是說任何情況都不需要懼怕 我們只要神掌管一切 這次可以讓大家認識 舊日聖經由他們亡國開始的歷史 即是說這次的訊息 大家可以更加認識 舊日聖經裡的一個部分 就是由他們亡國開始所發生的事 首先講回歷史 我希望大家都會去學習這次所講的 因為這個會幫我們看聖經 有些人差不多沒有看 都不知道舊日聖經說甚麼 覺得舊日聖經很難 我這次幫助大家解話 你可能會對舊日聖經有更多認識 首先我講一下 以色列國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王是素洛王 他不聽聖的話 後來就是大衛王 但大衛王他的兒子 從頭是聽話的 但後來就不聽話 娶了很多外族的女人 結果就拜了假神 結果神就將以色列國在他死後 羅波安他的兒子 將以色列分為北國和南國 北國就叫以色列 南國叫猶大 北國已經在主前七百多年 已經亡國了 被亞術亡國了 滅了他的國家 而那些十個支派 很多是消失了的 他叫做Lost Tribes 即是不見了的那十個族 十個支派 剩下兩個 但其實兩個裏面 有些是其他支派都有的 這個國叫做猶大國 其實裏面是有猶大支派 和連安民支派的人 但是因為猶大國 其實猶大國裏面 都有些黃聽話 有些也不聽話 以色列不過是個個都不聽話 如果你看歷史 看個個都不聽話 不聽神的話 猶大國他們有聽話 有不聽話 到後來結果真是亡國 587年 那亡國的時候很淒涼的 為什麼呢 耶路撒冷被毀滅 和聖殿被毀滅 聖殿裏面的聖物全部被人拿了 而由那時候開始 這個約櫃是不見了的 有些人說找到 其實是沒有證據說找到的 這個約櫃 即是說是神的同在的地方 是沒有了 這就是主詞587年 但是神是很特別的 藉著耶利米先知 二十九章十節我們一起讀一下 夜環而此說 第八人才 七十年滿了以後 我要眷顧你們 向你們成就 我們因而 使你們迎回此地 當我們亡國的時候 神已經藉著耶利米 才告訴他們 七十年之後 你就會回到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七十年之後 要回到那個地方呢 因為呢 如果以色列一直亡國 一直都沒有回到他們的本地 第一 耶穌來也沒有地方去 耶穌去哪裡呢 所以一定要有個地方 那些人是跟從神的 第二 如果他們太長的時間 他們都不記得了神 很多人會忘記了神 所以神一憐憫他們 不想他們失去了神 就在七十年之後 容許他們回來 但容許他們回來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首先是《英海》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節 其實這些經文是在你的秩序表 大家可以稍微跟著 在加聚的時候 都可以討論 看這些經文 讓大家 都對《舊日聖經》一部分 稍微認識一下 好了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詩詞 但以來 但以來是很特別 很特別 為什麼很特別呢 他預言耶穌幾時來 以及預言耶穌來之後 被人殺死 耶穌幾時來哪個帝國 哪一年 以及他來之後被人殺死 又有了三個被毀滅 一直爭戰到底 都是彈以你先知 很清楚的語言 彈以你呢 是收到神很多的訊息 當時巴比倫王 尼布格尼莎 發了一個夢 他自己都忘記了一個夢 他就找了一些術士來 喂 你告訴我 那個夢是什麼 那些術士 心當然是說 你自己忘記了那個夢 叫我們說 但是尼布格尼莎說 如果你們是術士 你們是知道 有這個能力 那你應該告訴我 我夢是什麼 沒有人說到 那尼布格尼莎說 我要殺你們 但他們就想到 彈以你 就請彈以你出來 彈以你呢 就告訴你夢 這裡呢 我們只是簡略一部分 首先我講講 它裡面有提到四個國家 給大家有心理準備 左手邊的 我們先讀左手邊 金頭是巴比倫 銀胸是馬代 博士 銅福是希臘 鐵腿是羅馬 腳是半鐵半鈴 和半強半弱 是多民族的 就是說有四個國家 這個帳 就是金頭、銀胸、銅福 和鐵腿 和腳是半鈴半鐵 我們一起讀大禮書 二章三十七節開始 王呀你是諸王之王 天上的神 已將國度 權命、能力、尊榮 都自給給 三九節 在你以後必令興一國 不及於你 又有第三國 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第四國 必堅葬如鐵 鐵能打碎 克制百物 又能壓碎一切 那國也必打碎 壓制連國 四十四節 都那列王 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 必另立一國 永不敗壞 又不歸別各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 那一切國 這國必存到永遠 他所說的四個國家 是很奇妙的 他是用一個人像 而這個人像 是每個部分都有他的意思 我們現在看一個經文 裡面說到這個金頭 就是巴比倫 他是有這個榮耀尊貴的 但是因為他也不聽神話 所以後來是給另一個國家 就是波斯 我們通常簡稱為波斯 但是聖經體 你就看到是馬代人和波斯人 因為他們兩 裡面有兩個主要的民族 很奇妙 這個國家 馬代和波斯 就是兩隻手臂 是兩個部分 而後來羅馬也是左右腿 那一會兒才說 也有他的意思 接著 下一個國家 就是希臘 他也說到希臘 是會掌管天下 因為希臘有一個大帝 我們相信大家都聽過 阿歷山大帝 他是很短的時間 攻陷了很多地方 將希臘帝國 承動 就是希臘帝國 抗戰到很大的地方 而他同時很特別 他是很喜歡希臘文化 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帶一些希臘的老師去那裡 教當地人 希臘的文化和希臘文 於是 後來當他們傳福音的時候 基督徒傳福音 就用新的聖經 用希臘文 以及保羅 是熟悉講希臘文的 他寫的保羅書信 都是希臘文的 那些人就很容易明白 因為他們都聽慣希臘文 所以這個 就是神特別預備的 然後第四個 我形容他是 堅壯如鐵 鐵能夠打碎 克制百物 羅馬是一個非常剛強的國家 打仗是很厲害的 不過又很特別 他就講到他 這裏經文 因為有限的位置 我沒有寫在左手邊 底下 左手邊底下 他的腳是半泥半鐵半泥 他的意思是什麼 是半強半入 以及很多人民混在一起 那是怎樣發生呢 羅馬帝國呢 首先他分裂為左右 由東西羅馬帝國 這個又很特別的 羅馬就是分開 後來分開分裂了 而他是慢慢慢慢 散開了 哪位歐洲的列國 即他是半強半弱 慢慢慢慢越來越消失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了 羅馬帝國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形容是非常好 而講到在第四個帝國的時候 神就會用一個石頭打來 將這個人像魚打碎 然後就另立一個新的國家 在底下我們有講的 最後那三項一起讀一讀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 永不敗為 也不歸別國的人 他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 即是說到 他永不敗壞 他也不會歸別國的人 他和那些國家不同 他要打碎滅絕一切國 這個事情在將來末日的時候 就會發生 就會完全勝過所有國家 在這個時候也會在某程度上勝過 因為我們是有超越的 雖然他們好像在世上的權勢是超越 但是這個圖在我們的生命的質素 改變人的能力 賜給人平安喜樂 醫治安慰是超越他們的 也都將永生賜給人 而這個國家是傳到永遠的 所以這個是彈耳禮書第二章 希望大家會記得這個彈耳禮書第二章 然後彈耳禮書第九章 這個字很細 因為這個圖我初來弄的時候 沒有放到經文 分開經文的 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不看到 我們一起讀一讀 九章二十五節開始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諾薩冷 直到有受高君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二十六節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必有一和的民來毀滅者成和勝所 必有爭戰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經敵了 這裏就講到 受高君就是基督 因為基督這個字就是受高者 在舊約是Messiah 尼賽亞就是受高者 新約是Christ 基督就是受高者 意思就是受高立 而受高立在舊約聖經 有哪三種人是受高的呢 大家知不知 黃 黃 祭師 和善治 這三個身份 而耶穌是三個身份都有的 他稱為受高者 其實我們都有聖靈的恩高 聖靈的同在 我們都是受高者 尤其是受高侍奉神的人 更加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是尊貴的 我們要看重神的事奉的人 事奉的人也要看重自己 不要輕看自己的職份 不要隨意地去傳道 我們是要按照神的方式 將神的真理傳人出來 讓別人能夠被神去改變 好了 就說到這個受高均 這個就是基督的 有多久的時間 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這一乘出來 加起來 即是六十九個七 就是483年 大家在圖上也看到 從出命令 這個出命令 去重建耶路撒冷 就是在以斯拉的九章九節 我們看到的人一起讀 能重建我們神的殿 生肥毀壞之處 使我們再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祥門 其實以斯拉回國 主要是建聖殿的 不過在以斯拉的九章九節 就說到它使耶路撒冷有祥門 到底是不是它都建了一些 耶路撒冷的祥門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 由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4567年 由這個時候開始 到基督出現 基督出現是26年 因為這個功力 是有一個修道士 它創立的 這個修道士 它是計錯時間 計錯大約四年左右 四年左右 所以耶穌出生 就會是主前四年 就不是公園 主前四年 所以耶穌 耶穌受高的時候 就是他30歲是26歲的時候 不是26年 主後26年 由457至26 主後是多久呢 457加26 剛剛483年的 就是基督出現 這個時間 就是483年 究竟有什麼發生呢 首先 就是出美領重建耶路撒冷 然後耶路撒冷被重建 然後主後26年有受高軍 然後主後70年 耶路撒冷被毀滅 爭戰到底 耶路撒冷是很愛的 他們愛耶路撒冷 因為這是神所立的城市 耶路撒冷的名字 在希伯來文叫Yerushalem 是什麼意思呢 平安的城 平安的城 就是說這個城 就是帶來平安的 耶路撒冷是帶來平安 就是耶穌基督 在那裏被釘十字架 然後帶來平安 然後耶路撒冷在那裏有聖殿 本來是他們很體重 但因為他們不聽話 所以耶穌就說到 這個聖殿 你看到石頭一塊一塊 都淋在那裏 將來會夠的都拆下來 那真是在主有70年 就毀滅 還有之後一直荒涼和爭戰到底 到現在 今天都是一直有中東的戰爭 所以這個經文是非常準確 也都將耶穌基督的時間 限制了主後70年之前 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裏講明 基督來了之後 耶路撒冷就毀滅 所以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當時耶路撒冷這個毀滅就是主後70年 所以時間限制了 譬如我們有機會向猶太人傳呼 他們還在等著彌撒冷 我們就跟他們看 但願書第9章 24到27節 這裏講什麼呢 就是基督要來 然後耶路撒冷就會毀滅 已經毀滅了 什麼時候毀滅呢 他們都知道主後70年已經毀滅了 那就是之前來的那個才是基督 而耶穌應驗聖經的預言 他真是無罪 並且他講的說話有能力 今天也奉耶穌命有能力 去能夠更新人的生命 去拯救很多人 我們奉耶穌命 今天也能夠行神即其事 讓我們知道耶穌真是彌撒冷 有很多猶太人在網上看的時候 他們看到他們去尋找神 除了他們之外 也有些異教徒去尋找神 去祈禱的時候 他們居然在祈禱或者發夢見到耶穌 所以也讓他們看到耶穌是真神 你可以鼓勵 如果你有機會接觸猶太人跟他說 你祈禱問神 到底誰是彌撒雅 是不是耶穌是彌撒雅 希望他們能夠信靠這個真神 那為什麼應驗呢 很奇妙的 就是神感動波斯王 鼓勵 大家記不記得四個國家說一次 四個國家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哈美麗第二 馬戴波斯 馬戴波斯 第三 哈利 第四 非常好 讚啊你們 感謝你 很厲害 記得 於是將來都記得了 好了 神感動這個王 真的 做什麼事要這樣做呢 人家那些明明是被老的人 為什麼要為他們預備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哈 以斯拉記一章一節 波斯王鼓勵元年 耶王說 為應應厭值耶利米口所說的話 就激動波斯王鼓勵的心 使他下召通告全國說 波斯王鼓勵如此說 耶王說 天上的神 天下萬國似給我 又祝福我 在猶大爹耶路薩 為他建造神殿羽 很特別 為什麼 魯力王忽然會這樣做呢 這個是完全因為神的感動 神的靈感動 一個不信神的人 神都可以感動去改變 所以我們有神 我們不用怕 有一天就算被人迫伯 被人打 被人殺害 甚至坐牢 被人殺 或者殘酷的對待 我們都相信 神是掌權的 而我們甘心樂意 受苦的時候 神會給我們額外力量 你一路親近神 滿有聖年充滿 可能你打的時候 都不痛也不一定 或者你痛到 你有額外神的同在 並且你可能在這個經歷的時候 你可能會 能夠神給你看到儀仗 或者去到天堂 你就知道 不用怕這些 什麼所謂 不用怕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勇氣 這裏就說到 在這個時候 激動古裂 容許以色列回去 並且很特別 大家看《奈伊斯拉記》一章 我們現在沒有打出來 他將很多在聖年 努力的物件 給他拿回去 這個很特別 不過裡面 是沒有這個藥櫃的 這個耶利米口所說的話 我們剛剛看過 就是耶利米書29章10節 就說到 預言以色列亡國之後 70年回國 真的到70年的時候 他就回國了 又有另一個人 尼希米 就回去重建聖城 這個能夠回去的機會 都很特別的 尼希米記二章五節 一起讀 我對王說 博人若在王眼前無音 王若喜歡 求王差影我降幼大 到我列祖墳墓所在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那時王后坐在我的旁邊 王問我 說 你去要當小日子 幾時回來 我就定了日期 於是王喜歡差影我去 這個又很特別 結果 給了王又給了很多木材 材料給他 後來大家會看到 如果看耶利米書第二章 你會看到 那也都是 在這個時候 其實那個情況是這樣的 耶利米因為他回去 這個 不是耶利米 尼希米 他回到耶路撒冷 見到那個城 被拆毀 火焚燒 他就很傷心 他就回來 坐在王面前的時候 他是王的酒精 在陪王吃東西 他就很憂愁 王又問他 什麼事憂愁 如果在這個情況 可能王要斬頭了 但是王沒有斬頭 反而問他什麼事 他就說 王呀 我這個列祖墳墓所在的城 我要回去建造 因為他被毀滅 那時候王后又在 神又安排這個情況 可能王后在那裡 那個王 也有神的感動 但是同時可能 令到他就不好意思 就是王后在那裡 好了好了好了 回去吧回去吧 這樣就容許他回去 重建這個盛城 這兩個就是 在波斯王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 正在巴比倫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第一就是懲罰 以色列人 管教他們 第二就是 感動 但以你先知 預言 將來會發生的事 這個就是 在巴比倫的時候 發生 這個就是波斯的時候 發生 還有在波斯的時候 另一個發生 就是什麼呢 他發明了釘十字架 這個本身是很殘酷的 在主前三百幾年的時候 所發明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主前一千年 大衛預言了 耶穌被釘十字架 而過了六百幾年 之後才開始釘十字架 這個語言在哪裡呢 就是詩篇二二篇十五節 我一起讀 我的精力枯乾 如同牙片 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的 你將我安置在死的陳土中受節 你將我安置在死的陳土中受節 他們扎你的手 我的腳 他們扎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 尖溝 這裡講到 這個情境 給我們看到是釘十字架 第一就是刺頭 刺頭手和腳 以及分外衣 內衣 因為多數的刑罰 是不會脫衣 是穿衣 但是釘十字架的時候 是會把衣服脫掉 是一種羞辱的刑罰 而且血會流 所以精力枯乾 如同牙片 整個口都乾了 所以舌頭貼在牙床上 就很難去移動 你都是死了的 寫這個預言的人是誰 是大衛 但他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他從來沒有被判死刑 也沒有被刺穿手和腳 也沒有被刺穿他的衣服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他寫這個詩篇 二十二篇 有些人說 大衛你有沒有搞錯 你什麼時候發生這件事 但這個就是 他應該在異象中 經歷到耶穌十字架 他就將這個情境寫出來 寫出來的人讀都是莫名其妙 大衛王 為什麼你寫這樣的詩篇 我也不明白你說什麼 但這個在一千年之後 他們才明白 但這個預言寫的時候 都沒有刺十字架的刑物 是過了六百多年 所以這個 又讓我們看到聖經的預言的特別 聖經的預言和世界所有的預言不同 其他的預言都是模糊的 不清晰的 而且不會牽涉列國 但聖經預言是會牽涉列國的 譬如說到耶路撒冷 是會被另外的國民毀滅 由一路爭戰到底 是說到列國會發生的事 他們重建聖殿 聖城 這些都是聖經預言的事 讓我們看到 原來聖經預言是這麼準確的 這裡就是我畫了一個圖 主前一千年 左手邊 大約預言釘十字架 預言了六百多年之後 在主前三百多年的時候 波斯人發明了釘十字架 而這個釘十字架何時沒有呢 就是主後三三七年 中間大約有六百多年的時間 這個釘十字架好像為耶穌而設的 就是之後又沒有了 沒多久又沒有了 就是這個君子坦丁堡 這個王 羅馬王 他信了耶穌之後 他就把釘十字架刑罰廢了 之後就沒有了 之前又是一段時間才有 就是之前三百多年 之後是三百多年 釘十字架刑罰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 有些人說 為何神要預備這樣的刑罰呢 為何不找一個簡單一點的斬頭 因為這十字架刑罰是一個最羞辱的刑罰 就是耶穌背負我們的羞辱 我們所有的羞恥 因為祂脫了衣服的 被人氣絕的 耶穌為我們負這個代價 不是一個普通的死 是一個很羞辱 和長時間折磨的死 我們感謝神 祂這麼愛我們 以至祂要徹底地 除去我們的羞辱 和我們的鞭 我們的疾病 所以耶穌要受鞭 釘十字架 不是健康地把祂放上去 祂用那些鞭 羅馬鞭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壽蘭曲 你就看到那些鞭的尾是有刺 有刺、有釘、有金屬 一打下去 肉是會打開、裂開的 是一個這麼痛苦的刑罰 耶穌為我們承擔 所以我們就感謝耶穌 經常都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當我預備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都覺得神你真好 你掌管一切 耶穌為我們成為這麼大的救恩 你用這麼多預備工作 不是突然預備的 是這麼長時間預備 這麼有策略性 並且在列國的歷史上 做這些預備 我們真是感謝你 希望大家都 每次都感謝天父 我一直感謝天父 我心裡很感動 你真是用很大的恩典為我們預備 然後第三個國 大家看到這個綠色的部分 就是希臘國的地方 它的領域 然後那個紫色那裡 就是馬其頓 亞歷山大大帝就是在馬其頓出來 然後它公佔的地方 是有這麼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 它那個真是一個非常之 照聖經所說的 大約書二章三十九字一起讀 又有第三國 就是同的必掌管天下 真的當時的天下 比較有影響力的地方 都被它掌管 而它就將希臘文化 和希臘文大陸那些國家 就幫助後來的宣教 然後羅馬 我們先講已經讀了 它會能夠克制白文 羅馬真的是很強的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右手邊就是 羅馬的路 很特別的 羅馬人就有這種心 它就做很多這些 鋪這些石路 到今天都仍然有這些羅馬路存在的 這些路 我們都有一句說話 大家有沒有聽過 條條大路通羅馬 因為它全部都通到羅馬 就是因為羅馬要將他們的士兵 他們做的事 打仗 可以一些士兵 或者一些商人 經過這些大路 這些大路 幫他們的商人 不過也都幫了基督徒宣教 就比以前容易很多 很多大路是通的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根本走去羅馬 是很難很難的 走去不同的地方都很難 但是預備了 所以看到神很特別的地方 又感到一個希律王 他是殺人王 他殺了他三個兒子 還有他太太和他岳母 哇 這個人多嚴重 他是很盜忌的人 怕他們跌位 但是這個人 雖然神感到他 重建聖殿 為什麼神要用這個人 神就很厲害 他要用誰就用誰 我們看看歷史 聖殿秘毀是586年 然後70年之後 516年 就是聖殿重建 但是神在馬拉基說 那裡預言到 三章一節一起讀 萬君之夜話說 我要參與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法要來道 這裡講到 就是主自己 你們所尋求的主 這個主字 在舊約聖經是非常重要的 舊約的名字 神的名字是耶和華 但以色列人 從來都不敢讀這個名字 他一讀到耶和華 他就讀Adonai 就是我的主 一讀的時候 就讀Adonai 所以大家發覺 英文聖經 是沒有用耶和華 全部都是 The Lord 現在用大草 LORD 耶和華堅聖人 順便講講 耶和堅聖人 神的名耶和華 你要用耶和華 你問他有問題 新約聖經 按照原文 新約聖經 是完全沒有用耶和華 一次的 完全沒有用 全部都是用 God 神 或者The Lord 是完全沒有用耶和華 為何新約完全這樣 他們有本 叫做 我忘記了 他有本翻譯本 全部新約都寫在耶和華 根本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他們的聖經 是根據他們的信用去改 就是看到耶和華 是見證的 其實這個末後時代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信仰 大家的信仰要堅定 不要被人影響 其中一個 在網上很活躍 就是全能神教會 他們不斷改名 很多名字 不知什麼網 你要看清楚 還有他們的圖 很容易認得 大家認不認得 很容易認得 你一看到 你就快點把它刪除 因為他們真的會影響不同的紀錄圖 有些古靈精怪 有些叫做 忽然間 忘記了 有些古靈精怪 就說 聖經被魔鬼改了 有一個 什麼現象 很多名字都被人改了 被魔鬼改了 聖經都被人改了 所以他們說 你不要看這本聖經 靠你記憶 就是把聖經推翻 很奇怪的 這些教導 現在是魔鬼用的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聖經 學習聖經 神怎麼會讓聖經人來改 他講到魔鬼可以改 好了 這裡講到什麼呢 我要猜我的使者 這裡講到誰呢 在他前面預備道路 這個是 施勢約翰 你所尋求的主 這個講到就是神來的 其實聖經有不同的地方 講到祂是神的 祂是全能的神 永在 父和平的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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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講到你所尋求的主 會忽然間 入祂的殿 入這個殿 祂的殿 我們不可以 會我的聖殿 我可不可以 這個我的聖殿 不行 只有神才能 祂的殿 神的殿 這個講到就是 神會入這個聖殿 所以在聖經講到 神會成為一個人 入這個聖殿 好了 五百十六年到耶穌的時候 已經五百多年 大家建屋 你有沒有買屋 買五百年的屋 有間屋 五百年的屋 買不買 不會買的 五百年還可以用 五百多年的屋 根本不行 已經很多地方殘舊了 但是神就預備這個希律王 祂就將它重建 重建了 預備耶穌來 因為這個聖經說 祂會忽然進去的殿 這個立藥的使者 這個使者 因為這個字 Anglos 就是希臘文 Angel Messenger 其實不一定是天使 可以是使者 即是參與一個使者 這個講到立藥 和我們立新藥的 這個使者就是基督 是你所仰慕的 那怎麼會仰慕一個普通人呢 這個仰慕的是神 他快要來到 那就是在主前十九年 很特別 在耶穌來之前 出世之前 耶穌出世應該是主前四年 即是他之前十五年 就開始起聖殿了 將他修改靚了 以及擴展的 這個 這個是一個大一點的圖 給大家看得到 但是這個圖就是 主前十九年 開始希律擴建 擴建 即是又修理 又擴建 然後呢 建這個聖殿十五年之後 耶穌就降生 但是耶穌降生 他還未去傳道 到耶穌傳道的時候 已經過了三十年了 過了三十年之後 那時候的聖殿 更加修理得更加好 耶穌有時間去傳道 然後主後七十年就被捕 這個聖殿好像為耶穌而撤 大家看得到 有幾長時間 主前十五年開始重建 到主後七十年 即是八十五年的時間 聖殿就在 即是重修的聖殿 就是這段時間 耶穌來了 所以為祂而撤 這個就是大希律王 他會殺死他三個兒子 太太和岳母 即是一個殺人王 但是神竟然用他 很多東西都是他所見的 其中一個就是 其實當時來講 羅馬看到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我也去過在以色列那裡 就是有一個阿伯拉罕墳墓的地方 那個城 有一個圍牆圍著的 那個地方 他也在那裡重建的 這些石很厲害的 有些六百噸 你看這個十幾大塊 抬不得起 那時候的機器怎麼抬得到 都不知道它怎麼抬 不過它們真的抬得到 起了上去 不是在地下 會倒高的 我們今天去到 看到以前的聖殿 還有如果你去以色列 有一樣東西可以做 你去到你就 預定 你上樓可以扔地 下去地下的隧道 地下的隧道 去聖殿 那個哭牆那裡 這個Western Wall 它有一個地方進去 但是你要預定 你即日去是沒有位的 你去到就預定 預定了 你就可以下去下面的隧道 你就見到 一層一層的這些石 因為聖殿之後 又重建 就是在聖宮一直樓上去 以前的聖殿的石 在下面看到的 大家可以走下去看 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到耶路撒冷 好了 正先我們看到了 什麼事情 這個總括 將這裡這麼多東西 總括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起讀一下 首先是巴比雷 因不順從神而亡過 然後那時候 預言耶穌來的時間 這個就是彈以利 接著波斯的時候 波斯讓他們見聖殿 波斯讓他們見聖城 發明釘十字架刑罰 然後希臘呢 推廣希臘文 教義宣教 讓羅馬 見羅馬路 教義宣教 希律修理 抗見聖殿 耶穌應言 預言降生 聖誠 聖誠 聖殿 被毀 這裡我將今天所說的一幅圖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要 其實你想要告訴我 我就可以傳給你 還有 教會都收了我這個 PowerPoint 好了 首先是巴比倫 因為他不聽話 所以那時候 以色列就亡光了 還有那時候 神就使用先知 彈以利 就預言到 將來耶穌來的時間 和將來 耶路撒冷會毀滅 一直打仗到底 然後波斯的時候 神又感動 古列王 讓他們回去見聖殿 然後又感動另一個王 阿達蝦西王 第二個是阿達蝦西王 就讓尼希米回去 重建聖城 即是 起了聖殿才起聖城 因為聖殿是敬拜 先敬拜 才起聖城 但是這個聖城 可能有一小部分 在以色拉的時候 都開始見到魅蒂 所以在以色拉記 我們就先看經文 他就講到 修建耶路撒冷的聖場 然後就是發明 十字的形象 就是波斯人所發明的 然後希臘 神就預備去推廣希臘文 以至很多人都 懂得希臘文 可以傳呼更加容易 新的聖經 是用希臘文寫的 就變成了 廣傳給當時的人 然後羅馬的時候 就在那些羅馬路 還有 這個希臘王 就修建聖殿 和耶穌就應現 寓言來到了 就是在羅馬時候 首先 那些人像 就是在羅馬時候 就有一個大石頭 來到 看到一個天國 是永不 永遠都存在的 不會被人毀滅的 然後聖殿 就被毀滅 今天這個聖殿的位置 上高就是有 這個伊斯蘭教的清真廟 下面那個 這個庫牆 就有很多猶太人 就去那裡祈禱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去到 然後在那裡 有一條通道 就進去下面 下去下面的通道 我都講一講兩個經文 講到關於耶穌 聖經講到耶穌的身份是甚麼 他要做甚麼 以賽書七章十四 我們一起讀 必有同女為人 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萬來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這個經文很明顯告訴我們 耶穌的出生是很特別的 他是同女為人 如果普通人寫 將來有同女為人 有些人當然說 怎麼會是真呢 但因為耶穌是無罪的 他不是普通人生的 他是聖靈叫馬利亞懷孕的 所以他不是普通人 男女所生的 阿當的後裔就會有罪了 而他因為是聖靈所生的 所以他是無罪 他只是用馬利亞的身體 所以他是同女懷孕 所以他無罪 所以是從神而生的 而他的名字 以馬內裏就告訴他 他是神 這裏就告訴我們他的神性 為甚麼呢 他是神與我們同在 神是誰呢 就是他 他和我們一起 他的名字就是神與人同在 他就是和我們一起 我們看到這個語言 就告訴我們 耶穌不是普通人 是神與我們同在 其實聖經很多地方 在講耶穌是神 第二個經文 以蔡書舉了六節 一起同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是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賊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權要平安 必加憎無窮 他必再大於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 與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 萬君之夜華的熱心 必成就者是 這個經文 好像也講到耶穌 有一個嬰孩 不是一個大人 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是一個兒子 是賜給我們 即是男性的 他是有政權的 但這個政權 不是地上的政權 是屬天的政權 他有屬天的政權 在他的肩頭上 而他的名字就是奇妙 其實中文就將他簽 英文就分開 Wonderful Counsel 分開的 奇妙 他又是測試 全能的神 這個說法很清楚 他是神 我又順帶說 耶穌見證人 就說 這個神 就不是創造天理的神 是一個次要的神 有一個人想到一個方法 跟他講耶穌很有趣 推翻他們的說法 大家可以放在記憶裡面 他跟耶穌見證人說 你們是信多神的 不是 怎麼會信多神 信一個耶穌 你問這個全能的神是誰 耶穌是神 不過他是次等的神 耶穌有一個次等的神 你問他 耶穌是否耶穌 不是 不是就是另一個神 你信兩個神 有一個人跟他講 你答了我的問題 我才跟你說其他東西 因為耶穌見證人就是這樣 你一說一句 你一說一句 一會走到別的 你要說這句 你答我 那這個神 是否在世上 有一個比較小的神 因為是獨一的真神 你是信多神論 還是信單一的神 如果信是單一的神 這個神就是耶穌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為什麼會耶穌是神 聖父是神 那怎麼會是三位一體 聖靈是神 就是他不能夠接受 神是可以三個persons 同時存在也是三位一體 因為在神凡事都能 我們不能夠明白神就是這樣 因為聖經告訴你 耶穌是神很清楚的 祂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遠的父 賣物都是從祂而生的 和平的君 這個就是Shalom 我們先講到Jerushalem Jerushalem 就是和平的城 這個是和平的君 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憎無窮 祂的政權和祂的平安是永遠無窮的 祂在大衛的寶床上治理祂的國 這個神的國度 是以公平公義使國 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是永遠無窮的 祂的天國是永遠的 萬君之夜華 以心必成全者事 給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聖經所講到 耶穌祂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祂也是有政權直到永遠無窮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 天父聖父聖子聖靈 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當我們知道神掌管這四個國家 我們都知道神是掌管一切 列國在祂手中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基督徒不用擔心 基督徒不用擔心 基督徒經常擔心 看看前路如何 有沒有人娶我 有沒有人嫁給我 很多人都會怕這件事 神為你預備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神沒有你預備 預備的單身都是最好的 可不可以相信嗎 我們一起宣告 神為我預備的 結婚或者單身都是最好的 一起說 神說我預備的 結婚或者單身都是最好的 不是一定要結婚的 很多人結婚都很慘的 很多人不結婚都很慘 因為他不開心 但我們結婚不結婚都可以開心 可不可以這樣 神掌管一切是我們的前路 為何那麼多基督徒的前路那麼慘 因為他沒有聽話 他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被魔鬼拆毀 但如果我們聽耶穌說 神既然能夠掌管這四個國家 在這四個國家的時候 以色列是有沒有國家的 以色列當時有沒有國家 是沒有的 一直沒有國家 不過是讓他回到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神可以成就他的計劃 叫耶穌降生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凡事他會照顧 行不行 我前路一定會照顧 我健康一定會照顧 但很多基督徒為何生命那麼多問題 因為他沒有給耶穌掌管 他沒有聽耶穌說 他沒有去愛神 去侍奉神 侍奉神 不要想著很難 你榮耀神已經是侍奉的了 你讓人知道耶穌多好 分享耶穌的美好的見證 耶穌的作為已經是侍奉 由最少的充滿喜樂 已經是侍奉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有這個心給神使用 我們下午 星期日下午 有這個侍奉操練課程 就是訓練一些人去侍奉 我時時都是想這樣做 我希望大家珍惜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明顯是永遠的 我希望珍惜 我還在這裡有時間去教的時候 你就珍惜 你多來學習 我所教的 可以說 可以去到神學院的層次 不過我用一個很深入淺出的層次 我在神學院教過 我教過 人是成為牧師的 神真的賜給我 有這些學識 有這些智慧 但我能夠用一個 簡淺的方法 求主幫助我們 本來我想唱詩歌 不過我還是不唱了 我想做什麼呢 在這個時候我想大家 我們這個教會需要什麼呢 多些肯踏出 我們昨晚這個家長街友站 說出 好像有個氣氛 不是很敢踏出 我們要衝破這些東西 教會才會增長 你想多些人有這些好的教導嗎 你想的時候 我將會有更多的教導 幫助大家明白聖經 你想有這個教導 我們需要踏出 我想大家在這一陣子 你找一個人 你去跟他解釋 這些聖先所說的 你都不記得四個國家 那四個國家 很簡單 讓他明白 能夠向他解釋 譬如當他是傳呼 讓我們怎樣看到耶穌是真神 為什麼呢 他一早預言耶穌 釘十字架 過了六百多年才釘十字架 講到耶路三人毀滅 真的 真的被毀滅 照著聖經所說的 讓我們看到聖經的語言很特別 所以在這裏 已經有些很清晰的語言可以傳呼 我們有個祈禱結束 然後我們兩個兩個 去解釋給對方聽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聽到天空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是掌管萬物的 所有列國 所有權兵 權勢 都是在你的手中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在任何的困難之中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我們可以順靠你 並且去榮耀你 去傳揚你 我們越去服侍你 神你越起越 神你必定加我們的力量 求主賜給我們的心 將我們的信用紮根 在聖經上 讓我們的信用很穩定 並且去結出果子你 榮耀你的聖命 到晚了